我也受到很大的鼓舞 就是什么 今天尊者一直在讲说 下一代的要去学习佛法 和很大的认重道远的人是什么 是那些道老师 和那些老师是什么呢 是不应该教这些学生说什么 爱只在念度母咒 念观世音菩萨的六支大明咒 或者和掌 或者持着念咒 或者只转那个转经轮 这是不是修法 当然是修法 也是很好的 可是这不是佛法的经要 佛法的经要是什么 是有这些老师们教 他们说什么 你们这老师们也不要说什么 偷鸡取巧 讲那些容易的 不讲那些难的 所以我说我为什么回来 你看我们教的经书 都是那种很艰涩的 很难的 可是如果要了解法 要学习佛法 知道佛法就必须要走过这个路线 我已经 我说我可以花的功夫 我觉得说我尽量的在 在做 因为我说我没有办法当 我常记得我在三大师的时候 我听尊者说有 有几种人 他说上上的人是什么呢 是在三大师教经书 继续教下去 我说我没办法这样子 因为音源 还有我那时候想说什么 三大师还有很多的老师 可以做这种事情 有很多的年轻一代 他们可以做到 可是我能做到东西 他们不一定能做到 就是他们还要年轻的做到的时候 至少我不做那种 上上的手把法教下去 第二的人是什么 是去修持 把自己所学习的那样来讲 可是那时候问老师 问尊者就说觉得说 如果这样跑去深山 或者跑去一个隐蔽处 太辜负大家了 就是众生了那样子 我说他说你已经有这个 语言的先天的优势 所以说什么 就至少在三等嘛 就去外面红法立身 那所以说选择说什么 可是我是说什么 我是尽量以 第一等的三大师的教书的精神 在我们外面这边红法立身 一样的精神 虽然没有办法说 只能说真的是 二十小时 为什么在三大师 因为他二十小时学习 二十小时学法 那当然我们没有办法 可是我们从这边 尽量的在教博 尽量的以同样一个精神 同样的学习 同样的来讲的话呢 我说至少我可以 我们模仿上上等的 那样子来去做嘛 和随分随力的在修持 随分随力的在这个 我们自己的家乡 因为说什么 如果不去做的话 这个要做的人就少了嘛 有这个能力做的人少 那边还有别的人 可以做的时候呢 这边的时候 尽量想说 可以 我常常想说 尊者没办法做的 那我们来帮忙做嘛 没办法行持的 我们来帮忙做行持的时候 所以为什么会说 爱回来教书的这个 主要的一个原因 是在这边 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